双北最先进入三级警戒 22号国内新增本土中 以万华区单区174例最高 县市部分则是新北居冠 暴增到384例 指挥中心强调战时不升为四级 但却表明前几天少算400例本土 昨天我们大概也签了 大概一万多件的这些旧案 然后这里面有400个 所以我们就把它校正回归 抗议一年多首次出现这类个案 到底什么是校正回归 陈时中解释这400例新增本土 不能算今日个案 前几天筛减量大 加上行政繁锁作业塞车 导致验出阳性个案后 未能及时通报 只不过校正回归令人困惑 媒体提问权绕着这四字打转 就连一届也提出质疑 应该是先排吧 怎么是盖牌 把事实显露出来就是先排 这照没有办法做 有病人就是有病人 没病人就是没病人 这不是新台币 这是人 否认盖牌更不可能作帐 但消失的400例本土 分别落在16号到21号之间 重新统计后 等于17号单日出现406例 创下本土最高记录 正常状况下它有大概是两天的时间差 可是当量多的时候 它的时间差就不只是两天 会更久 在做筛检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涌筛的状况 造成到地方来 时间上就有非常的漏差 我们漏差 一口气多了400例本土 陈时中坦言 这还不是全部 未来几天 还可能有校正回归个案 就怕这样的时间差 造成另一波社区破口 三连信用李文盛 曾嘉宣 SNG小组 众好报道